不见兔子不杀鹰 老表回来了 海面风平浪静 我们第一站 一奔大圣兰 久离沙场 我们来到大圣兰 迫不及待的下属 第一条打上来一条 红头鹰鸽 接着再上一条 大货七星舱 七星舱的拉力 贼大贼大的 我准备上船的时候 老表告诉我 发现一个大鱼窝 叫我过去看一下 然后我满怀期待的下水 没想到 它给我挖了个坑 来到海底之后 我不停的搜索周围的环境 但是一条鱼都没看到 但是当我回到水面之后 心脏加速跳动 一条白影在水下快速的散过 我马上追下去 还好我反应够快 我靠两条鲨鱼 两条鲨鱼 两条鲨鱼 不算大 你叫我去跟鲨鱼打是吧 红条鲨鱼 四条鲨鱼 打在脚四块 然后整个鲨鱼 大的应该二十多斤 很大条 有多大 七八十斤 你干嘛不皱态 那你还叫我去哦 你去看看啊 快吊你哥呢 现在我找了一个鲨鱼地给老百姓下 真屌啊 继续开工 游泉都还没打回来 换了一个新地方 来到这里 这个点非常不错 底下满满都是鱼 但是眼前这些鱼不值钱 接着我就发现了一群剥皮牛 剥皮牛的警惕性比较高 一看我过来掉头就走 原来是一群海狼的出现 把这群剥皮牛给赶走了 我现在所处的深度是14米左右 我在想下了这么深 不能空手而归 然后我继续搜索目标 时间过得很快 一分多的时间警报 马上响起 提示我赶紧返回水面 还好这个时候发现了红油 挑来挑去 三条鱼的个头 好像都差不多 时间不够了 随便揍一条上去 接着 因为我烹饪了 陈保识 接着 现在我可以带来 是 水面 小时候一百块钱两斤多 又一条小红油 一条小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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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小红油